各位網友早晨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4年8月28日 星期三 這次和各位網友一起說說香港最新的時事熱話 先說說話說這宗熱話傳回到內地的討論區 據報有個女子搭乘巴的時間 竟然不小心砍碎了乘巴的電視螢幕 是怎樣的情況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 另一雙也說說那些騙案越來越誇張 據報再有老人家中招 假的女婿來電說是急需保釋金 結果相關少年被捕 整個過程如何就和各位一起整理一下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場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記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最新報道 事件在內地的社交網站小紅書流傳過後 引來內地網民的熱議 不少人都討論來到香港坐巴士的時間 應不應該坐上上層的第一排 據悉事件其實在8月25日 有目擊者就說一個女乘客當時失平衡 她的手袋撞碎了屏幕 那個女乘客其後自己離開 有經歷事件的內地遊客就在小紅書 憶術經過 就說自己和朋友當時坐在最前排 旁邊有個女乘客在上層準備坐下之際 懷疑因為煞車站不穩 整個人就撞過去的電視螢幕 導致螢幕玻璃粉碎 那位內地遊客就說 假裝的一聲巨響我和朋友都嚇了一跳 頭頂全部都是玻璃碎 鞋子、袋子裡全部都有玻璃碎 還以為是前面那塊玻璃碎了 嚇死了 幸好玻璃的材質比較輕 沒有受傷 只是覺得頭皮有點痛 朋友的面上被玻璃碎弄得有點痛 之後就在車上等了20分鐘 等這個接駁車過來轉車 不幸當中的大幸 這位遊客又直言乘坐香港巴士 盡量不要坐在上層的最前排 事件流傳過後 有一個引來內地網友的熱烈討論 有人表示 我同學就是坐在上層的第一行 巴士撞車的時間 玻璃碎了 很多的玻璃碎 就會插入大腿小腿那裡 也有網友說 坐第一排的死亡意外幾乎每年都有 不過也有網友提到 雖然危險 但坐在巴士上層的第一排的風景 真是無可取代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相關的新聞意外地成為內地討論區的熱話 嘉欣那些內地網友就討論 來到香港應不應該上巴士上層的第一排就座 看上去很危險 嘉欣原來幾天前在香港發生這件事 有個人去到上層的時間 站不穩 一下子就蹤到玻璃 結果一定玻璃碎 那個內地遊客 全身都被玻璃碎弄到 幸好就沒有受傷 另B雙說到 很多網友說 坐上層第一排很危險 不知道各位網友又怎樣看 不妨留個言 聊聊天 另外也轉向這件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有個88歲的長者收到假女婿內電 被騙15萬元保釋金 警方追查過後 抓了兩個16歲的少年 報道局立場提到 警方在今個月中旬接獲報警 說一位88歲的長者收到 懷疑騙徒內電 無認是他的女婿 聲稱因為刑事案件被警方扣留 急需繳付保釋金 受害人因為擔心家人的安危 在情急下答應騙徒的要求 同一日騙徒假扮他的女婿朋友 在受害人位於荃灣住所附近 收了保釋金約15萬元 其後受害人告訴家人 上述事件 懷疑受騙於是報警 警方經深入調查過後 成功鎖定一名負責上門收錢的騙徒 在日前8月27日在屯門區 拘捕了兩個16歲的本地少年 估計是詐騙集團的前線成員 為了收取回報而行騙 以上來自HK的報道 事件拘捕了這兩個16歲少年 不過估計他們都是馬仔 背後的集團相當龐大 這次又有老人家被騙錢 是騙走了15萬元 令賓商說到是跟家人說起這件事 才知道這件事是假的 其實每天都有一兩宗 這一類騙案的話 那些詐騙集團基本上就不休了 每個月進漲幾百萬元都說不定 另外也說過這宗熱話 根據HK01的報道 有關海獅餅店 它的傳動的銀主爛樓推拍 雕空多年 似廢墟 有人就說 200萬元可否令到這個物業起死回生 報導的流氓提到 本地連鎖品牌 海獅餅店近年陷入財困 旗下最新有另類物業 輪為銀主盤 被低調推出拍賣場放售 物業是由麻地廣東到894號傳動的舊樓 樓高五層 設有地鋪、角樓、天台 物業已經雕空多年 現狀殘舊 最新開價2800萬元拍賣 據悉海獅餅店家族成員 在2012年以2828萬元買入傳動 現時拍賣的開價是較買入價低出28萬元或者0.9% 內文提到 這個物業裡水泥專長不設任何裝修 而且現狀十分殘舊 內籠的牆身和天花石屎剝落嚴重 部分位置更加外露鋼筋 地下滿布雜物和垃圾 形同廢墟 當中有相關物業公司的代表說 這個物業適合我 翻身過後作學生宿舍 或者出租用途 按會單位三百多次來計算的話 租金至少高於一萬元 若果再細分為 學生宿舍就可以獲得更高的租金回報 不過投資者是要花一筆資金作為翻身 相關業界代表估計 如果不連外場和舖位部分 單位裏面的裝修已經需要約200萬元 平均每個單位都要耗資30-40萬元裝修 以及安裝水墊 以上來自HK的報導 海獅餅店曾經全港都有分店 做得很好 不過近年陷入財困 相當可惜 說到市場最新消息 說到海獅餅店在油麻地 原來有一棟銀主盤 是整棟樓 不過已經雕空多年 裡面好像廢墟 相關那棟堂樓 在拍賣場低調拍賣當中 估計甚至買了的人也好 都要花一筆錢去裝修 才能夠發揮它的作用 最新情況 這個銀主盤是2800萬元開拍 另外也告過這個消息 根據Yahoo新聞的報導 鼎泰豐約摸800位員工受影響 當中14間分店將會關閉 全面撤出華北市場 同時來自信報的報導 台灣著名餐飲品牌鼎泰豐宣布 將會在今年10月底 撤出中國華北市場 陸續關閉 位於北京、天津、西安等地 14間門店 約摸800位員工受影響 由於近年來 中國內地的消費市道低迷 加上那間公司的營業 執照20年期戒滿 董事會未能就日後發展 達成一致的意見 所以決定一口氣關閉14間分店 以上來自Yahoo新聞 亦是信報的報導 話說鼎泰豐來自台灣 打入內地市場 本身做得好地地 突然之間宣布 關閉北京、天津、西安等地 14間門店 一來執照已經到期了 另外看到中國內地消費市場低迷 沒有辦法決定一口氣關閉14間分店 多達800位員工 將會受到影響 多謝各位 尤其是願意看完廣告來支持 曠仔的路友記 這段時間繼續努力拍片 和大家緊貼香港各大時事消息 我是曠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 好會 大家您再往下節短片